這部分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結果秀出來的話 一樣 第七個號碼這個地方我暫時沒有改 反正這個改應該很快 只是做一個判斷而已 比較難一點的地方就是說 你會發現我現在 現在應該是不會有重複的號碼 應該是不會有重複的號碼 那怎麼樣去做這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宣告 跟剛剛程式部分 差異性比較大 其實到這裡而已 到這裡 那我先把它圈起來 你們就可以針對圈起來的部分 去做增加就好了 這個 宣告一個什麼呢 Flag 它是一個Bulling 預設值給它False 給它False 再來呢 這個鍍迴圈 鍍迴圈部分呢 這個地方是新的 裡面這個變數是原來的 然後這個地方底下到File 沒有 後色迴圈的部分呢 是新的 也就是總共有這幾行是 跟剛剛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些到底有什麼 有什麼樣改變 怎麼樣去判斷說 你的變數呢 是不是重複的 那我們就先 先改一個Flag的一個Bulling 它一定是True或的False嘛 那 那預設值呢 我們就給它False 那這個地方有個重複啦 這個其實預設值可以拿掉 因為這邊又多一個False 也就是Do 如果說這個地方 它的預設值是False 就是說呢 它沒有重複 它沒有重複 那我就產生一個亂說 我再比對 比對的時候呢 if i不等於0 就去做 那i為什麼不等於0的時候去做呢 因為 i如果等於0 那就是自己 自己怎麼跟自己比 自己跟自己就不用比 因為 它一定是第一個產生的 第一個變數絕對不會重複嘛 所以不等於0的時候 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那做下面的事情就是if 這個int 我們也是做一個迴圈 那這個迴圈呢 就是追 其實就0開始 然後呢 追必須要小 當 跳出的條件是 當追小於i的時候 那現在i預設值是0 所以0不會進來嘛 對不對 1的時候會不會進來 會嘛 1 那這個地方 它是預設值0 從0開始 0一定會跑進來 加加 也就是說呢 你會發現第一個進來的時候呢 這個前面 當 這個一定是1對不對 跟2比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 我的這個 正列值一定會跑 如果是第一次的話呢 會跑一次 就是 比較 正列比較前面的跟後面比 然後呢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我這個值又增加了 比如說我今天增加 這樣看比較不清楚 用那個 直接來跑 跑一次給各位看 就是 你block這地方 齁 我直接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主要是要看 看的是這邊的值 這邊的值的情況齁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直接 run 現在是false齁 i現在等於1嘛 所以我現在進來這裡面 追 追現在等於0 0的0 接下來就是說呢 它裡面的值 嗯 現在我幾個變 兩個變數齁 那是否有重複 有重複對不對 所以呢我這兩個比較 比較之下呢 如果它重複了之後有沒有 這個地方重複了 重複之後呢 它就會進到什麼呢 flag本來是false 是沒有重複的喔 現在變成true 所以 以過來變true true之後呢 它就在跑 等於是在比較齁 比較 比較完之後 這flag有沒有 等於true嘛 對不對 所以符合這個條件 它就跳回去 跳回去做什麼呢 跳回去繼續怎麼樣度 度什麼呢 重新再產生一個新的乱數 再賦予什麼呢 前面這個i 也就是正列裡面的 第二個 就是這個標籤 現在是6 6跟6重複對不對 重複不對啊 所以它就重新再 取得一個乱數 重新取得一個乱數 現在是1了對不對 沒有重複了嘛 對不對 沒有重複之後呢 那就再進去 它就比較一下 兩個比較看看 沒有重複 那就false false跳回來 跳回來之後呢 再去取得下一個變數 下一個變數 跳到這裡 再下一個 38 38比較 那比的話 你會發現現在 i現在是等於2 那2的話呢 它就再跑 就等於是跑兩次 不只跑 等於是跑 它現在是2嘛 所以 這一次從0 1 2次 跑兩次 跑兩次之後呢 比較之下 沒有重複 然後false 就是這樣子 再去比較 比較 那比較之下呢 再產生一個亂數 產生一個亂數之後呢 接下來 i現在是等於3 那3的話呢 就是變成跑3次 3次的話呢 比較的方式就是 這個 有沒有 那這個 i現在的值是3嘛 然後跟比較 跟0比有沒有 就是 比對比對比對 比對完之後呢 欸 結果 如果有重複呢 就產生一個新的亂數 如果沒有的話呢 再新增一個亂數出來 那你會發現這個值 就永遠不會有重複的問題 產生了 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可以亂亂看 這個部分 那程式碼的部分呢 我把畫這個地方 給各位看一下 主要就是 第一行 這地方 孤0的部分 宣告為孤0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從這邊 宣告 度 一個度的回圈 開頭 然後flag 預設值 給它false 那最重要是 這個地方 程式碼應該 最難的應該 是這個地方 if 到 while的地方 if 然後呢 i不等於0的時候 當然 它不等於0 因為我剛剛講過 我第一次絕對不會重複 因為只有一個號碼 怎麼跟別人重複 不會 那再來的話呢 就 一個for的敘述 然後 印著追 它從0開始 為什麼從0開始比較 追的話呢 就根據什麼 i i現在總共有幾個 幾個陣列是有 有的話才比較 沒有就不用比較 然後呢 就把追 追放在這裡 從0開始比嘛 然後跟現在它自己本身比 那比較之下 如果說有重複的話呢 flab就等於true 那這個true的話 就會回頭 回到這邊來 再去取得一個新的變數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完成這一題 這一題 那這部分呢 是有點難度 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也是 跟我們今天所講的 是 剛好是都有關聯 比如說像這個 正列的部分是有關聯 還有這個du的回圈 今天也有講到 還有for回圈的部分 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 把這一題 試著看看能不能把它 做出來 好 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